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一个灵 祂无所不在 祂无时不在 就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因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赞美 我们从口中发出来的歌声 神都能听见 真的是让我们的敬拜能够从心里发出 能够讨神的喜悦 我们接下来花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莫道 好 奉主的名 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四篇一百篇 第一节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我们一起来唱诗四十九首 称颂我们的神 敬拜主 敬拜 敬拜全能的主 宫要能力 一切赞美都归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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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 敬拜全能的主 从他保证能力流出 留大万里 来高军 一同高军 主耶稣生命 来藏现 一同藏现 耶稣荣耀我 敬拜主 敬拜均贵地主 他传说明 今的荣耀 观望之望 我们一起来 再来一遍 敬拜主 敬拜主 敬拜均贵地主 荣耀能力 一切赞美都归给他 敬拜主 敬拜全兵地主 从他博传 能力流出 流到了命 来高军 一同高军 主耶稣生命 来藏现 一同藏现 耶稣荣耀我 敬拜主 敬拜均贵地主 他传舍命 今的荣耀 观望之望 是的 他曾舍命 今得荣耀 他是万王之王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他也是有权柄和尊贵的主 愿一切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 因神爱我们 他差遣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面 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让我们真实用歌声来传扬神的大词爱 我们来唱诗第七十首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词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词爱 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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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歌藏贞美主 到永远他奇妙大座位 仲天时同生歌藏贞美主 到永远仲天时同生歌藏贞美主 谁能与我主相敌 我主心事 我主心事 谁能与我主相敌 我主心事 到永远万代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到永远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是的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 在他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有奇妙的作为 但是感谢神是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和祂的宝贵的供应 祂的恩典如水长流 如链相牵 因为我们的耶和华神 祂是一切的恩典和慈爱的泉源 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 万福泉源 优先给孙国华 vìomething Live 君如一道文 全能争生万福全员 全能争生万福全员 求使我心仓灿亏 主持恩典 入水藏流 应高声声 主恩惠 愿主教我 尝试和谐 路天时藏与主谦 深山领我 全心仰望 仰望救赎大气爱 我要离世纪念祝婚 梦祝帮助到路径 指望上主永远引导 使我安然到天庭 我路芒芳 迷世正路 主爱牧者来寻葬 指望为难 为我舍命 主宝雪和灯真贵 每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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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恩无限 负债恩再有千万 愿主恩典 路连向前 既我心在主身边 我甚至到心已放斗 以理所爱之真相 今现身心 求作应迹 使我勇作主子民 今现身心 求作应迹 让我们永远做主的子民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要从心里来感谢你 我们要从心里来赞美你 因你是那大能的神 主啊 你带领你的百姓 当年从约旦河过去 就如过甘地一样 你的能力真是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 凡是你的儿女都要从心里来敬畏你 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赞美 和一切的颂赞 父神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悔改 正如在歌中所唱到的一样 我们的心常常远离你 我们过于关注世界上的享乐 以至于我们渐渐地忘记了 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和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主啊 求你饶恕我们的罪 求主的圣灵 让我们看见我们亏欠了 我们主的恩债有多少 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 历史来纪念主的恩典 也愿意献上我们的心 做你永远的子民 天父 我们在这里也要献上感谢 你的应许从不落空 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 如水长流 伴随我们每一天 主 我们感谢你 真是保守我们的教会 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庭 感谢神看顾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天父 我们继续为 我们教会的需要 和我们教会的众弟兄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所需要的 你就会嫁给我们了 我们为我们当中 处在各样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 献上祷告 愿你的帮助 愿你的安慰 随时与他们同在 天父 我们向你祈求 在这样的困难的疫情当中 当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面临恐慌的时候 或者我们面临忧虑的时候 主啊 愿你来帮助我们 愿圣灵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也求圣灵赐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有一颗谦卑的心 能够有彼此的关爱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神那你叫万事互相效力 乃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天父在这个重荡的环境当中 愿圣灵来提醒我们 每一位更加来亲近神 在属灵的道路上 让我们不要松懈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从主 你给我们的教导 你说若有人要跟从你 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天天来跟随主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以上的祈求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 Amen 接下来我们是神的话语的时间 今天神的话语是在 约束亚记第四章一到九节 约束亚记第四章一到九节 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束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 从约旦河中 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束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 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下约旦河中 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会前头 按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 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 你们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会前断绝 约会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约束亚所吩咐的 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 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 都尊耶和华所吩咐约束亚的行了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约束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 在台约会的祭司角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 那石头还在那里 听众姐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再次一起在网上相遇 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无所不在的神 一同来敬拜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主日 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进到最后的三分之一了 已经是入到一年里面最后的三分之一了 而我们教会从三月份 我们教会关门到现在也六个月了 而我们教会从三月份关门到现在 已经六个月了 我相信这是 大家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会那么长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到教会聚会 我相信在三月份我们关门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象到 会有这么久的时间都不可以开门 虽然教会建筑物没有开门 虽然教会的建筑物没有开门 可是神的教会没有打烊 但是神的教会没有关门 神的灵也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在我们教会当中工作 神的灵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工作 有时候神让一些事情停下来 不表示神的工作没有继续 有时候神让一些事情停下来 不是表示神的工作是没有继续的 有时候神反而是要 借着这个停下来 借着这个停顿 要成就他的工作 有时候神反而要藉着一些事情的停顿 去成就他的工作 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 约束亚记第三章 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 约束亚记的第三章 神让约旦河的水停下来 神让约旦河的水停下来 为的是要让以色列人 可以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 是为了被以色列人 能够过这个约旦河 进去应许之地 所以停止可能是有目的的 所以这个停止是有目的的 然后每个人要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这个疫情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神的面前 去寻求这个停顿 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什么工作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有什么工作 我们今天要看约束亚记的第四章 我们今天要看约束亚记的第四章 这里就提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 神特别吩咐约束亚 要以色列人做一件很特别的事 在这里看到 神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 特别吩咐约束亚要做些什么 他要以色列人历史为记 历史当石头当作记号 他要以色列人立石为记 那陈牧师其实在我们教会 二十五周年庆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篇道 就是讲到这一段的记载 陈牧师在我们教会 二十五周年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篇道 是用这段的经文 历史为记 他用这个经文来勉力我们教会 他用这段经文 那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故事 来思想这个故事 希望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提醒跟帮助 我们今次再一次看这段经文 去思想这段故事 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帮助 在我们看经文以前 我们先到神面前一起祷告 我们开始之前先到神的面前祷告 天父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天父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是那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你的灵无处不在 你的灵无处不在 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 只要我们心向着你 我们仍然可以敬拜 无论我们个人在哪里 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你 我们仍然可以敬拜 我们虽然多么的渴望 多么的渴望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教会当中 一同来敬拜你 虽然我们是很渴望 可以回到教会当中 一同地敬拜你 但是在现在不得不的状况底下 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 单单地把我们的心 要来遵从你 要来仰望你 但我们在现在不得意的情况之下 求扶你都是帮助我们 我们的心专注在你身上 单单地去敬拜你 也让我们在今天 借着你的话语 让我们再次来思想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 也都是藉着今天的经文 给我们思想去敬拜你 求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求主你亲自的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也让你的话语 在每个人心里面发生功效 也让你自己的话语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发生功效 求你保守我们讲的 翻译的 也所有的听的 求你保守我们讲的 翻译的 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照常显大 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照常显大 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立石头纪念是东西方文化都有的一个习惯 立石头去纪念是我们东西方文化都很常有的习惯 我相信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一个大石头 石碑 上面刻着字来做一些纪念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到一些大的石头 或者一些石碑上面刻着一些字 是作为一些纪念的 可能是纪念像开道路 修铁路 或者纪念一些开路 收铁路 或者是纪念当年的那个知青上山下乡 或者纪念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 听说过去二十年间 在中国很多地方 都立了这个所谓知青石 听说过去二十年 中国很多的地方都立了这些知青石 纪念六八年的上山下乡 在纪念六八年的上山下乡 在西方世界 在很多地方也立了很多石头 西方很多的地方都立了很多石头 为了各样不同的目的立石头 是为了各样不同的目的去立石 比如说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叫做Stonehenge 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叫做Stonehenge 很壮观 也甚至有用石头搭起塔的 甚至用石头搭成一个塔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华盛顿DC的华盛顿纪念碑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是华盛顿纪念碑 是DC的 而在圣经的中东文化当中 历史纪念也是非常常见 在中东的文化当中 立石维基都是很常见的 在圣经我们就看到很多次历史的记录 在圣经都看到很多次立石的记录 创世纪里面提到雅各一生当中 就立石好几次 在创世纪里面看到雅各 一生他当中就立石了很多次 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在睡觉 摸到天梯 起来以后就把他枕头的那个石头 立成石柱来纪念 有一次他在梦中看到天梯的时候 他醒了之后就将他枕的那个块石 就立起作为一个纪念 那他跟他舅舅拿班立了那个 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 也在中间立了一个石堆 他跟他的寇父拉班 记录一个合约的时候 也都是立了一块石放在中间 那好像是戒碑一样 你不过来 你不侵犯我 我不侵犯你 就好像一个戒碑那样 就是你不过来 我也都不去侵犯你 在初埃及记摩西奥第二次上西乃山以前 他也要十二个支派 列了十二个石柱 那在摩西 叫十二个支派 在出埃及其他那里 也都是立了十二块石 十二个支柱 先知撒母也更厉害了 先知撒母也更厉害了 他不仅仅历史 还给石头都取名字 他不仅立石 甚至跟石头起名 刚刚中华弟兄带我们唱了第三首歌 刚才中华弟兄唱的第三首歌 叫做万福全员 叫做万福全员 刚刚大家唱了第二段一开始就是 我要历史记念主文 这个历史 第二段一开头就说 我要立石 就是那个要立石了 那英文的歌词是 Here I raise my Ebenezer Ebenezer就是以便以谢 当时沙姆尔取的名字 以便以謝就是当时撒母也起的一个名字 所以从文化上来讲 历史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那在文化上里面说 立石是很普遍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在这很普遍的事情当中 看到有什么地方不寻常的部分 那我们就在这个很普遍的文化当中 看到有些什么不尋常的事 那当然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 这边第一节就说 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要从民中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 从约旦河中 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 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下约旦河中 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贵前头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书目 每人取一块石头 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你们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贵前断绝 约贵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 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 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树木 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 都遵耶和华所吩咐 约书亚的行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 就放在那儿 这是刚刚中华弟兄也带过我们念过 我们又再读了一次一到九节 我们刚刚读了一次一到九节 故事大家很熟悉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看到第三章的记载 我们先回顾一下 上一次讲的第三章的记载 以色列人预备要过约旦河 以色列人预备要过约旦河 神吩咐约旦河说 你叫祭司抬着约贵 神就吩咐以色列人 说你要叫祭司抬着约贵 约贵在前头 以色列人在一公里 将近一公里的后头跟着 约贵在前面 以色列人在离开约贵 后面大概一公里那儿等着 当这些祭司脚印 踏进约旦河里面 这个约旦河的水从上游就停了 当约贵的人 脚一踏入约旦河 那些河水就在上流那儿停住了 不仅水停下来 很快地连河床都干了 可以走过去 圣经记载说 这些祭司抬着约贵 就看着以色列人过干地 过河 圣经记载 这些祭司抬着约贵 就看着那些以色列人 在那儿过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神要约书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 就是这个时候 神要约书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 刚刚念到的新闻提到说 神要约书亚说 每一个支派挑一个人出来 那神就要 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 要选一个人出来 就从那个祭司 台座约柜的祭司 他们所站的地方 就是河床的地方 每一个人挑一块石头 那要在祭司抬约柜的地方 那个河床那儿 就每一个人 在那儿拿一块石 那要做纪念 我想石头不会像这个 这样子那么大一块吧 不会那么小的石头 要不然十二块拿过去 什么都看不见 那拿来做纪念 一般就不会拿 那么小的石头 拿十二块石头 都没什么人看得到 圣经说是扛在肩上 所以不会太小 圣经说是 背在肩头上面 应该不会太小 可是也不可能 大到多大的一个地步 但是也不可能大到 他们拿不到 最多大概一百多公斤 要不然抬不动 最多大概一百多公斤 如果不是 他们就拿不起了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 在西藏 有一个 台石头比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曾经在网上 看到一个 在西藏 有一个台石头的比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抱石头比赛 就是抱着一个石头 看谁能一段时间之内 可以走得比较远 就是说那些人抱着一个石头 它是在一段时间里面 走得最远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些都大历史 这个石头也不会是一百多公斤 这个是大历史 这个石头最多都是一百多公斤 所以这十二个支派的十二石头 最大大概就是能够抱的这个大小 十二个支派 他们拿的石头最大的 都是他们能够手抱起的这个大小 十二个人 每一个人抱着一块石头 过河到河的另外一边去 到约旦河的西边 十二个人 每一个人抱着一块大石头过河 去到约旦河的西边 要做永远的纪念 要做永远的纪念 要纪念什么呢 纪念什么呢 圣经说要纪念 约旦河的水在约柜面前断绝 圣经说是要纪念约旦河的水 在约柜面前断绝 纪念我们这位 他们的神 也是我们的神 是那个可以使河水断绝的神 是纪念我们的神 是可以使河水断绝的 纪念神所施行的奇妙的神迹 是纪念神所施行奇妙的神迹 所以历史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在于纪念 纪念神的作为 所以纳石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纪念神的作为 为什么不要说 就是说你们要记得记得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放一些石头呢 为什么不会说你记得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纳一块石呢 其实很明显 因为人都很容易忘记 其实很明显 人都很健忘 人啊 很大部分人记性不好 忘性挺好的 人大部分记性就不好 健忘就很常有 这个忘性这个词 是85年的时候 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相声 叫这一页我们所向神里面的一个段子 忘性呢 是以前台湾很流行的一个字 基督徒呢 也一样 忘性也是很好 基督徒一样 见忘呢 是很常有的 我们常常经历了神的恩典 然后当下是感激涕灵 我们时时呢 就经历了神的恩典呢 当下呢 就很感激 可是呢 事情过了没多久 好像就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呢 很快就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 大家会不会都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相信一定有 我相信一定会有 这是为什么诗人呢 都要特别写诗来提醒自己 所以呢 为什么诗人都要特别写诗来提醒自己 诗人特别写诗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人说 你要纪念神所做的一切作为 不可以忘记他的恩典 所以历史遗迹呢 是对曾经经历 亲身经历神恩典的这些人 要纪念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立石遗迹呢 就是给那些曾经 亲身经历神作为的人呢 是要纪念 不可以忘记 提醒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 提醒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 常常我们如果没有刻意去记得的话 时时呢 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去记得的话呢 人很容易把神的作为呢 忘得一干二净 人呢 很容易将神的作为 忘记得一干二净 因为人真的是善忘 因为人呢 实在是很健忘 所以立这些石头呢 不是纪念约书亚 纳这些石头呢 不是纪念约书亚 虽然约书亚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 虽然约书亚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 也不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自己 也都不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自己 而是纪念史约旦河的水断绝的那位神 是纪念那位使约旦河水断绝的那位神 使那真正可以让以色列人渡河那个大能的神 是纪念那个真正能够让以色列人过河的那位大能的神 因此历史是要纪念神 因此立石是要纪念神 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 可能是这六七年才来我们教会 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可能是刚刚过去六七年才来我们教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们教会门口有一个石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门前有一块大的石头 这是我们教会二十周年庆的时候立的 这个是我们教会二十周年的时候立的 立这个石头不是为了装饰用 立这个石头不是为了装饰 而是要纪念神在二十年当中他的奇妙工作 而是要纪念神在二十年当中所行奇妙的工作 对教会来讲我们也看到这石头我们就被提醒到 在教会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 虽然神使用老刘牧师 Linus牧师 现在陈牧师 以及许许多多的同工 虽然神使用老刘牧师 Linus牧师 和现在的陈牧师 和其他的同工一起的工作 他也使用你跟我 他也使用了你跟我 但是真正成就工作的是神 但是真正成就这些工作的是神 这是我们要常常想念 常常感恩的 这个是我们要时时思想和感恩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信仰的历程当中 我们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的历程当中 都有经历神 你是用什么方式历史为记 常常来想念呢 你是用什么方式立石为记 时时去想念呢 这个石头不容易坏 而且当时这些大石头堆起来 很容易看得见 那些石头是不会坏的 并且这些大石头堆在一起 很容易被人看到 你跟我在家里 可能不需要在客厅房间堆一堆石头 你跟我在家里 可能不需要在客厅或者房间 堆一大堆石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记念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记念 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石头 常常用来记念神的作为 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石头 去常常的帮助你思念神的作为 可能是一个地方 或者是一个地方 可能是你的灵修笔记 或者是你的灵修笔记 可能是你夹在圣经当中的一个书签 或者是你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书签 也许是你写的一首歌一篇文章 或者是你写的一首歌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张照片 只要是常常可以拿出来 纪念神奇妙作为的 都可以是你的石头 只要能够常常拿出来 给你纪念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你的立的石头 可以拿来历史遗迹 可以拿来立石遗迹 我相信很多人听过 Christopher Yen 袁又欣的见证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听过 袁又欣的见证 没有听过的可以上网查查 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上网查一下 他常常在各个地方 跟他妈妈一块做见证 他时时和他妈妈一起 去各个不同的地方作见证 他妈妈当年替他的祷告 是写在 大家应该看过计算机 有可以印出纸的纸卷上头 他妈妈当年为他的祷告 是记录在计算机 那些一卷纸的上面 或者是你到餐馆 或者到店里头 给你收据的一卷纸 或者你去餐馆看到 有些收据是一卷纸 他妈妈当时替他祷告 每天的祷告词就写在那个纸上 当年他妈妈每一天为他祷告 都将那些祷告记录在那些纸上 那一卷折起来 现在拉开来就是一大串 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 他们也带着当年他用的这一卷纸 当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 他们也带着那一卷纸 这是他们立的石头 他每次拿出来 他就想到说 神怎么样把Christopher 从一个同性恋吸毒 甚至贩毒的一个罪中 能够拯救出来 所以他们每一次做这个见证的时候 他们拿出来的那卷纸 就是纪念到当年 神怎么样帮助Christopher 从一个贩毒同性恋吸毒的人 里面拯救出来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大家看不看得出来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是一张超声波的照片 这个是一张超音波的照片 就是我们家老大 安安在军化肚子里八周大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的大仔 八个礼拜怀孕 在坤华图里面的超音波照片 这个箭头指着就是我们家的儿子 当时还没有真的成形 那箭头指着这个位置呢 就是当时他在肚里面 未成形的照片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我们当年想要有小孩 神没有给的故事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当年我们很想要小孩 但是神一直都没有给 沮丧到一个几点 99年的那年感恩节 我们说今年没什么好感恩的 我们沮丧到极点 在99年的感恩节呢 当人们问我们要分享的时候 我们说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张照片 我相信大家看不见 右上角有日期 那这张照片呢 大家可能看不到 在右上角有个日期 日期是11月22日 日期是11月22日 我们照这张超音波的时候 是2000年的感恩节前一天 我们拍这张照片呢 是2000年的感恩节之前一天 从一年前的感恩节 说没有什么好感恩的 从一年前的感恩节 我们说没什么好感恩的 到下一年的感恩节 神把一个祝福放在我们当中 到下一年的感恩节 神将一个很大的祝福 放在我们家里面 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就想到当年 我那种踏上应许之地的那种感觉 那种心情 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就好像那些 踏入应许地的这种感觉 就赞叹神的作为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赞叹神的作为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所以对我而言 这张照片 是我历史遗迹的一个记号 对我来说 这张照片 就是我立石遗迹的记号 你的历史遗迹记记号是什么 我们继续接下来看第九节 约书亚把令十二块石头 立在约旦河中 在台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 那石头还在那 这里很有意思 这里很有意思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约书亚为什么要在这边 另外立了十二块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约书亚为什么要在另外的地方 又再立多十二块 神没有叫他立另外一堆 神没有叫他要立另外一堆 神吩咐他的只是 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 十二块石头 十二块石头 带到约旦河的西边 神只是叫他 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 将十二块石头 拿去约旦河的西边 神没有叫他放在祭司所站的地方 神没有叫他 把那些石头放在祭司 站在那里的地方 而且祭司在哪里 祭司站在约旦河的河床 而且祭司是站在约旦河的河床 那你石头放下去 水一恢复 水一下来以后 那还看到什么 那你那些石放在那里 当那些水冲回来的时候 还看不看到那些石 那看不见还有什么目的呢 那看不到那些石还有什么目的呢 圣经没告诉我们 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 可能看到约旦河就问他说 你当时为什么要立那十二个石头 所以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 见到约旦河就问他 当时为什么你又要 立十二块石在河床上 我们可以有一些猜测 但我们可以有一些猜测 所以有人就提出一个原因 可能的原因 有些人提出一些可能的原因 约旦河放这十二块石头 在河床上水一来就掩盖过去 那约旦河把十二块石头放在河床上面 水一冲下来就已经盖住了 十二块石头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也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十二块石头是代表了 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那所以石头水一来以后 掩盖了所有的石头 就象征了过去四十年不幸的那一代 都被埋葬 十二块石头当水一冲下来的时候 就掩盖了这十二块石头 就好像代表在四十年里面 以色列的那一代全部都过去了 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 前面那一代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应许之地 一个是耶稣亚 一个是迦勒 记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那一代人只有两个人可以去到应许地 就是约书亚和加勒 那现在新的一代呢 这些人要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 他们在那边立了十二块石头 在应许之地立起来 那新的一代呢 他们去到这个约旦河的西边 立了那些石头 就是他们去的应许之地 我们不确定约书亚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确定约书亚是否有这个意思 不过挺有道理的 我也在想 有一天如果约书亚或者是祭司 或者是当时任何一个 看到约书亚放石头的人 回到约旦河边 我在想 当时约书亚或者是祭司 或者当时看到他立那堆石头的人 看到约书亚的时候 他们回到约旦河边的时候 他们会有什么心情 他们再回到约旦河边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会怎样呢 约旦河可能看看那个河水 远远地看这个河水 或者他们远远地看着这些河水 可能就会想到说 我们现在看不到 可是那边有十二块石头在底下 可能他们就会想 我们虽然看不到 但我们知道有十二块石头在下面 因为这边看到的河水 当年曾经是干地 因为这里看到的河水 当年曾经是干地 我知道那边有十二块石头 因为是我立的 我知道那里有十二块石头 因为是我立的 这些祭司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说当年我站在那个地方 这些祭司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说当年站在那个地方 就是那里还有十二块石头在的地方 就是那里有十二块石头 立在那里的地方 石头看不看得到没有关系 因为背后的故事是比石头更重要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过这种经验 也许你当年跟你的配偶约会 在一个大树下 或者到一个冰店去约会 说他当年你和你的配偶 谈恋爱的时候 就约在一棵大树下面 或者去一个冰室那里 几十年之后你回去 重回旧地去缅怀 几十年之后 你们重回旧地去缅怀那个地方 你缅怀的是那棵树有多漂亮 还是那个冰店的冰有多好吃吗 你去缅怀是那棵树有多大 还是是那个冰室的东西有多好吃 大概不是 应该不是 你纪念的缅怀的是 那个年轻时代的感情 你所缅怀 你所纪念的 是你年轻时代的那段感情 是那个故事 是那个故事 所以历史遗迹很重要的 不是那个石头 是我们要记得神的工作 所以立石遗迹 很重要的不是那个石头 是我们要记得神的故事 第十节 接下来 台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 等到耶和华小狱的约书亚 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 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竟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 就在百姓前面过去 我们跳到第十五节 耶和华小狱约书亚说 你吩咐台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台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汉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远处 仍然站过两岸 这里就再次见证 整件事是神的作为 不是偶然的 这里再一次见证了 整一件事是神的作为 不是偶然的 祭司的脚一踏到汉地 水就流下来了 祭司的脚一踏入汉地 水就流下来了 不仅流下来 而且涨满了两岸 不单止流下来 并且是涨过两岸 我们上次提到过 这时候刚好 这时候是河水上涨的一个季节 我们都记得 当时是河水上涨的季节 上次有稍微提到过 这时候是春天 所以在黑门山的雪融化了 所以现在水是大涨的时候 当时是春天 黑门山上面的冰融化 水流下来 当时是水大涨的时候的季节 所以当时神让约旦河的水停住 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 所以神当时让约旦河的水停住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现在祭司脚一踏到干地 水又马上流下来 现在祭司一踏入干地 水马上就流下来了 底下十九二十节 再次重复这个故事 下面的十九二十节 再次重复这个故事 他说正月初十日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 那十二块石头 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这十二块石头 是在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 这边说的就叫吉甲 这十二块石头 就是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 是在吉甲 吉甲就在约旦河 跟耶利哥的中间 吉甲在约旦河 和耶利哥的中间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说 他们是十二块石头 拿了以后怎么摆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一下 这十二块石头 他拿了去之后 怎么摆呢 这个怎么摆 到底是摆一条直线 摆一个三角形 摆圆形 到底是摆一条直线 一个三角形 或者是摆圆形呢 还是叠起来 还是叠得一个像坛的样子 或者是摆起来 好像个坛那样 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那大概不会是像这样 大概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他要放得久 让人可以看 因为要放得久 让人可以看到 不过不管是怎么样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辨认 但是不管怎么样 应该是很容易辨认 因为看起来就像是人为的 一看起来就好像人为的 所以会引起注意 会被引起注意 因为接下来就这么说了 接下来就这么说 接下来就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 子孙看到觉得奇怪 问他们父亲 那子孙觉得很奇怪 就会问他们的父亲 那他们会问 表示这石头应该很好认 就看起来不一样 他们问就表示 这些石头看起来很不一样 那二十二节说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 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 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 历史遗迹的一个目的 是要给子孙看 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 要见证 要传承神的作为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点 是为主要见证 传承神的作为 让以色列人将神的作为 一代一代传述给他们的子孙 要以色列人将神的作为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我们当中做父母 跟祖父母都有这个经验 我们的孩子们 看到我们的东西 看到一些老东西 或者一些照片 就说这是什么 这是谁 孩子问的时候 我们就有故事可以说了 我们上次就说 想当年你爸爸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刚刚说到 石头立在吉甲这个地方 我们在约书亚记后头 其实会看到说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 稍微安定之后就分地 在后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去了应许之地 稍微安定之后 他们就分地了 十二个支派就散开来 十二个支派就分散开来 甚至有两个半支派 又到了约旦河的东边 甚至有两个半支派 就去了约旦河的东边 所以现在这个石头立在吉甲 以色列人要怎么样 才可以让他们的子孙 看到这个石头呢 现在的石头立在吉甲 以色列人需要很刻意地 从他们住的地方 把他们的子孙 带到吉甲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石头 以色列人需要很特别刻意地 将子孙带到吉甲这个地方 让他们看到这些石头 看到这个石头 子孙问了以后 他们传承神的作为 看到这些石头 子孙问了 他们就传承神的作为 以前没有手机 以前没有手机 没有照片 没有相片 现在我们可能可以照一张相 马上就给孩子看 你说你看看这个石头 现在我们就很简单了 拍张相就说 你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 当年没有 当年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可能 走个一天两天三天 带着孩子到这个吉甲 可能他们要行三几天 带着兽子来到吉甲这个地方 去追溯神当年 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去追溯神当年 在他们身上所作的作为 他们需要刻意地去做 他们需要刻意去做 我们做父母对我们的儿女 同样有这个属灵传承的责任 我们作父母的 同样对我们的儿女 有这个属灵传承的责任 我们是不是带着我们的孩子 到我们历史为基的地方 来见证 来传承神的作为 我们是不是带着神 带着儿女 来到我们立石为记的地方 去传承神的作为呢 上个星期一 我们参加 美国家庭更新协会的训练 上个星期一 我们参加了美国家庭更新协会的一个训练 这个一对讲员夫妇 他们提到当年 他们几乎经历一场空难 一对港员夫妇 他们说了 他们当年 是几乎去经历了一场空难 他们坐了一班华航的飞机 他们坐了一班华航的飞机 飞机完全失控 飞机突然间是完全失控 所以两分钟之内 就从掉了两万尺 从三万尺掉到一万尺 在两分钟之内 就从三万尺 跌到到一万尺 而且 就是 就是 很乱就对了 就是完全没有往下控制 所以人在里面摔来摔去 当时是很混乱 整个飞机是打转直落 那些人在里面 就 跌来跌去 那就是他们觉得已经没救了 要告诉神说 神啊 接我去吧 的时候 在一万尺的时候 突然飞机又吻下来 当时他们觉得 肯定是没得救了 就说 神啊 你接我们 那种感觉就好像 神在那个时候突然拉一把 就吻下来 这种感觉 那么他们突然呢 就在一万尺的时候呢 飞机呢 是稳定了下来 就好像神呢 突然间 就是 拉一把那样 飞机就稳定了 那这在美国的飞行史上面 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所以他们也把它拍成影片做记录 那么当时呢 在美国的飞行历史里面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那么他们就拍成了一个记录片 所以这对讲员夫妇就放了这个短片 他又重塑当时神 所在他们身上给的恩典 那么这对讲员夫妇呢 就放了这一段的记录片 就重述他们当年所经历的 因为这个经历 他们决定放下他们的生意 全时间来服侍神 因为这个经历呢 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生意 全时间的去服侍神 这是他历史危机的记号 这个呢 是他们立石危机的记号 这也是他跟别人分享传承 跟他的孩子传承的一个记录 这个呢 也是他跟人分享 跟他的孩子传承的一个记录 很多年前 在我们教会的明哲弟兄 大家有很多 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 很多年前呢 我们教会的明哲弟兄 可能大家都有记得 他每年呢 会在他们全家聚会的时候 再重塑一次 他当年他祖父信主 他们每年呢 当他们有家庭聚会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重塑一次 当年他的祖父信主的经历 他重塑他祖父怎么样 从姬同变成 是一个跟随神的人 重塑他的祖父呢 当时是从一个 那些 那个 像跳神 那些 邪灵 邪神 邪灵附身的那种 邪灵附身的那种人 成为基督徒 那因为他祖父而全家蒙福 因为他的祖父呢 而令到他们全家蒙福 他每年 再告诉他的女儿 每一年 在他们家里面 再传承下来 他们每一年呢 都告诉他们的儿女听 去传承 这个经历 我刚刚也跟大家看 我们儿子在妈妈肚子里的 这个超声波照片 刚才呢 我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儿子 在怀孕的时候 在君华图里面的相片 然后我常常也会跟我儿子 再次提到 为什么我们取他名字 叫Raphael 我也都跟我儿子讲到 为什么我们会 跟他起名叫Raphael Raphael是神医治的意思 Raphael是神医治的意思 告诉他当时 神怎么样化痛苦 成为祝福 告诉他们听 当时怎么样 神是化痛苦 成为祝福 他就是神祝福的一个见证 而他就是神祝福的一个见证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 特别住在北美 我们都是又安逸 然后又繁忙 过着又安逸又繁忙的生活 我们大多数住在北美的人 都是过着一些 又安逸又繁忙的生活 我们很容易只注意到今天 我们很容易只注意到今天 我们很容易想说 过了今天过明天 就一天一天过日子 我们很容易就说 我过了今天就过了明天 一天一天地过日子 可是我们的下一代 很快地长大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 很快地长大 我们为人父母 祖父母的 我们真是要把我们的 属灵的见证 传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为人父母 祖父母的 我们真是要将我们 属灵的经历 见证 传承给下一代 指引他们人生 能够朝向神的方向 指引他们的人生 能够朝着神的方向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 跟孩子讲自己的故事 很多人喜欢 跟小孩子讲自己的故事 拿着相本可能可以讲 三天三夜 拿着个相簿 可能可以讲三日三夜 但是我们跟孩子 传承的时候 不是在讲我 在诉说我们当年多好 但是我们跟小孩子讲的 不是说诉说 我们当年有多厉害 很多时候家长看到孩子 在学什么数学 学任何的科目 就说当年我怎么样 很多的家长 跟小孩子讲他们的 读书的功课的时候 就说我当年怎么样 历史危机 传承神的作为 不是在讲我们 是在讲神 纳石危机 传承神的作为 不是讲自己 是讲神 重点不在人的故事 是在神的故事 重点不是在人的故事 是在神的故事 让孩子知道 神到底在我们身上 做了什么 要不然我们孩子 很可能会迷失 如果不是 我们的小孩子 可能很容易迷失 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 听起来很严重的话 有一个牧师 曾经讲过一句 听起来很严重的话 他说呢 他说这个Christianity is only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distinguish 什么意思 就是基督教 你灭绝只有一代 他说基督教 来灭绝只有一代 就很像有人开玩笑 说神没有孙子 只有儿子 就好像有人开玩笑 说神是没有孙的 只有儿子那一代 我们的孩子 可以跟着我们的教会 参加一切的聚会 我们的小孩子 可以跟着我们来教会 参加一切的聚会 但是我们的孩子 不会因为我们而得救 但是我们的小孩子 不会因为我们而得救 他们需要真正的认识神 他们需要真正的 自己认识神 而他们能够认识神 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就是父母 就是我们 但是他们认识神 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圣经说得很清楚 教养孩子 能够来认识 关于神的事 是父母的责任 圣经说得很好 教养孩子 使他们能够认识神 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不是主义学老师的责任 不是主义学老师的责任 不是我们教会儿童 青少年传道的责任 不是我们教会青少年 传道的责任 我们是不是刻意的 历史为记 也带着我们的孩子 一起来看到我们的石头 我们真的要刻意的 立石为记 带着我们的孩子 去认识神 在我们的孩子面前 见证神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在我们的兽子面前 去见证神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刚刚看到这个经文 刚才看的这段经文 他说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你们前面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前面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神等着你们过来 等着我们过来 神等着你们过来 等着我们过来 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 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很美的盼望 大家读到这段经文 会不会觉得 有一段很美丽的盼望 耶和华的神 等着我们 耶和华神 等着我们 当年以色列人经历 让他们知道 神在前面 等着他们 当年以色列人 他们经历了神 在前面等着他们 当他们再次看到 这个挤甲的石头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确据 神会继续带领他们 当他们在吉甲 看到这堆石头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确据 他们知道神在前面 等着他们 因此历史 历史维基 有一个很 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历史维基 让我们可以带着盼望 继续向前行 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 立石维基 神在过去 神在过去如何带领保守 祂在将来 仍然会继续带领我们 而且经文说 神要借着 祂在我们身上 所行的事 使万民来敬畏祂 并且 祂说带着 神在万民上面 所做的事情 去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愿意来跟随祂 祂借着我们 人可以借着我们 能够看到这位 令人敬畏的神 神带领我们 也使人在我们身上 看到祂的带领 历史维基 立石维基 让我们可以纪念 让我们可以纪念 让我们可以传承 让我们可以传承 也让我们可以带着盼望 继续向前行 也都让我们可以带着盼望 继续向前行 这几个月来 新冠的疫情 好像让全世界都停摆 在过去这几个月 因为新冠病的疫情 令到全世界都好像停顿了 大家可能觉得不方便 生活不方便 也为疫情担忧 大家可能会觉得生活不方便 也都为这个疫情去担忧 这是很正常 这个是很正常 我也是 我都会 我看到我们儿子 他们学校已经有 八百多个案例 我看到 我儿子的学校 有八百多个染病的案例 我也担心 我都担心 我会看到教会这么久 没有实体聚会 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 是怎么样 我也担心 教会这么多个月 没有实体敬拜 我都会担心 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 是怎样 可是当我在准备 这段经文的时候 但当我在准备 这段经文的时候 想到神允许疫情发生 允许社会停摆 允许教会关门 想到神允许这些疫情的发生 令到这个社会停顿 教会的关门 神好像就让事情停下来了 神就好像完全的 令这些事情停了下来 有没有很像当年 神让约旦河的河水停下来 有没有好像 神让约旦河的河水停顿 当年神借着停止 能够让以色列人进入应许 当年神令这些河水停顿 让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神借着疫情 让我们停下来 是不是因此带给我们什么祝福呢 现在神藉着这个疫情 让我们停下来 是否要带给我们一些祝福呢 我不知道在你身上 有没有去思想神 到底有没有借着这段时间 带给你什么祝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想一下 神有没有藉着这段时间的停顿 给你带来什么的祝福 所以我就回想说 五个月的时间 儿子回到家 那我回想一下 有五个月的时间 我的儿子回到家 之前儿子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想说上大学以后 然后暑假又有去做intern 做别的工作 又到国外去修课等等 可能上了大学以后 从此就不会有长时间 在家里的机会 当初儿子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想到 儿子去了大学之后 可能暑假又要去做intern 或者去其他地方读书 我们很难会有机会 这样聚在一起 结果从三月到八月 五个月的时间 而且不仅是儿子在家 全家都只能在家里 但是今年从三月到八月 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他都和我们一家人 在在一起 你知道以前没有这种学生 小孩子要上课 我要上班 其实很少全家人 整天在家的这个机会 以前我们很少有全家人 可能我们就要去借钱 和他给学费 我连房子贷款都准备好了 我连房屋的贷款都准备好了 结果疫情一来 结果疫情一来 我们家因为不出门 家里开销变少 因为没有出门 家里的开支就变少了 学校退了部分时数的钱 学校退了部分的住宿费 加上我们本来计划 这个暑假要到台湾的 也去不成 本来我们计划 今年暑假要去台湾的 又去不成 发现反而因为疫情 我们省下的钱 够付他这一年的学费 你发现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省回来的这一笔钱 就够给他今年的学费 神很奇妙借着疫情 在不同的地方来祝福我们 神很奇妙 借着疫情 在不同的地方 去祝福我们 来供应给我们 这是神在我们家身上的工作 这是神在我们家身上的工作 在你的身上呢 在你的身上呢 我们在星期五晚上的 马太团契 礼拜五晚上的聚会 我们在星期五晚 马太团契的聚会 包括星期三 国语茶经班的聚会 包括星期三 国语茶经班的聚会 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平常没有办法来参加 甚至搬到别的地方的 也因为疫情 可以在网上 跟大家一起参加聚会 我们发现 有一些人平时 是不能够来参加的 有些甚至搬到别的地方的 都可以来和我们一同参加 本来周五晚上 没有办法到教会的 现在反而可以固定参加 本来星期五晚 不能够来教会参加的 现在反而可以参加 我们要不要感谢神 当然要 神允许教会关门 允许我们生活受限 神允许教会关门 允许我们生活受到这些限制 可是在这个当中 神有没有你经历他的作为 但在这个当中 神也都要你经历一些作为 可能是神的保守 或者是神的保守 可能是神的医治 或者是神的医治 也可能是击打式提醒 或者是击打式的提醒 只是只要是神的作为 但只要是神的作为 我们就可以立实为继 我们就可以立实为继 几个月前我在讲到的 泄露我的年龄 在几个月之前 我讲到就泄露了我的年龄 跟大家说我今年满五十岁 跟大家说我今年就满五十岁了 在满五十岁好像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 那么到五十岁 就是一个很大的阶段 除了在预备这篇奖章的时候 我也在想 那么当我预备这篇奖章的时候 我就想 除了疫情之外 除了疫情之外 在我这个人生的阶段 在我这个人生的阶段 我有什么 我用什么方式来历史维继 来纪念神在我身上的作为 我用什么去立石维继 去纪念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呢 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祝福 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祝福 让我可以纪念 可以见证传承神的作为呢 让我可以纪念 去传承神的作为 也可以让我带着盼望继续往前 也都可以将我带着盼望向前行 老实说我还在想 我仍然还在想 我也希望你能够想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想 神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作为纪念 神的工作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用什么方式去纪念呢 再过两年 我们教会三十周年 再过两年 就是我们教会的三十周年 我们教会立什么石能够为纪呢 我们教会立什么石去作为纪念呢 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提醒你 提醒我 我盼望今天的经文 可以提醒你提醒我 我们都很健忘 我们都很健忘 我们也常常忘记 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时时忘记了 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去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神要以色列人历史为纪 神要以色列人立石为纪 祂也要你跟我经常来纪念 不要忘记神的恩惠 祂也都要你跟我 时时去纪念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经常的 来数算神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时时的 来数算神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行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行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主 当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你对他们的带领 主 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你是怎样去带领他们 主 你是那可以使约旦喝的水停止的神 你是那一位能够使约旦河水停止的神 你是可以那实行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 奇妙大事的神 你是那位可以施行人 没有办法想象的奇妙大事的神 主 你在每一根身上 也同样行奇妙大事 主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也都行奇妙的大事 主 当年你要以色列人历史为记 主 当年你要以色列人立石为记 主 你要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属灵生命当中也同样立石为记 主 你要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 也都要立石为记 可以纪念你的作为 可以纪念你的作为 可以将属灵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将属灵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也当我们纪念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再往前行 我们可以带着盼望往前行 当我们纪念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着盼望向前行 主 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主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 真的把你所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能够记录下来 让我们不要忘记 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 也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 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跟随你的脚步 带领我们去跟随你的脚步 我们想同心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的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唱一首 回应的诗歌 就是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数算神的恩典 让我们真是愿意献上我们的身心 作为神永远的儿女 我们来唱诗三百一十首 数算主恩 有时遇见苦难无同大波浪 有时忧愁尽困几乎要绝望 我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彼得教你惊讶厉世的观望 主的恩典阳阳都要输 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阳阳都要输 彼得教你惊讶厉世的观望 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条中担 有时背着世家感觉苦难堪 我输主的恩典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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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输 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 样样都要书 必能教你经压历史的幻灯 美与藏伏终止不轮到火下 孤独的印竹早已得生了 甚至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 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赋 主的恩典 样样都要书 主的恩典 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 样样都要书 必能教你经压历史的幻灯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是周三国语查经班的同工 自从三月疫情开始以后 我们周三查经班有继续的在网上一起聚会 目前我们分成八个小组 有六个小组是用微信聚会 有两个小组是用zoom聚会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我们查考了耶稣的比喻 从七月开始 我们就用耶稣作门徒这个材料来查经 那为了在这个疫情当中 各个小组员他们的需要 我们的小组聚会时间有一些调整 我们有的小组是九点聚会 有的是九点半 也有十点 那么我们也有下午三点聚会的小组 现在请各位小组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各个小组的情况跟特色 大家好 我是珊珊 我的小组目前有十位组员 我们是下午聚会 所以如果上午时间不方便的 请欢迎参加我们的小组 大家好 我叫梁正喜 我们小组八个人 我们组的提点是 每个组员都积极地乐于 联修 分享和祷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少敬 我们这个小组有十二位组员 我们的小组凡事互相代导 彼此相爱 轻如一家人 大家好 我是李希 我们小组有七个人 小组的特色是每一位都可慕神的话语 查经前认真准备 彼此祷告 互相鼓励 特别是慕道友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神话语 在他们心里的工作 大家好 我是佩华 我的小组里面有六个人 我们的小组的特色是 大家都很坦诚地分享 而且彼此关心带导 大家好 我是新宇 我们小组有七位信主的姐妹 一位慕道友姐妹 我们饥渴慕意 相互扶持鼓励 彼此带导 大家好 我是刘盈 我们小组有七个人 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大家都非常渴慕 也享受每个星期三 在主内的学习交通和带导 我是君华 我们小组目前有九个人 我们小组的特色是喜欢讲故事 而且喜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 也喜欢分享 我是明慧 我们周三国语查经的童工 每周三晚上九点聚在一起 为组员为事工祷告 童工们互相鼓励和扶持 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忠心服侍的童工 最近呢我们希望全部的组员呢 都学会用Zoom来上网聚会 因为我们实在太想念大家了 想要见到彼此 那另外我们也想邀请牧师 来团契有一些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目前没有参加任何的团契呢 我们欢迎您加入周三的小组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络 不是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天赋我们喝等地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 主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广大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经历到你的恩典 也要数算你的恩典 主但是我们确实经常很容易忘记 主就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常地数算你的恩典 也能够立实为继 不仅仅是我们常常思想 也能够将你的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跟我们下一代分享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也谢谢你 继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中 继续地不断地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 我们为着弟兄姐妹 仍然乐意来奉献 我们的献上赞美 献上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继续来祝福 我们的教会 我们把弟兄姐妹热心的奉献 摆在你的面前 求你悦纳 主也求你继续在 我们还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之前 也看过我们每一个网上的聚会 不管是我们的大人 我们的中文 英文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青少年 主我们把每一个聚会 都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让弟兄姐妹 在聚会当中 我们能够更加地认识你 我们也可以彼此有更好的关系 当我们有一天回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主我们更加地乐意 要一起来敬拜你 来建造你的教会 主我们当我们要结束 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在 我们未来的这一周 每天的生活当中 你的恩典 你的慈爱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祝福我们 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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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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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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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